打球时间长的靓仔都知道 高杆要远比低杆难打 可有人就不服了 每次打到球都是向前滚的呀 这种高杆只是台面摩擦力给白球带上的旋转而已 并不能滚很远 例如像这一杆 需要非常强烈的高杆前旋转才能走到黑球的位置 如果你不会强烈高杆 就很可能要输掉这一局了 新手打高杆以为手价价的高 就可以让高杆变得强烈 很然病卵 还有一些人在打高杆时会把杆头刻意调高 这样会使杆头的运动路径变成向上的弧线进行运动 要么杆头接触白球时点位太低没有高杆效果 要么容易打得太高导致滑杆了 即使牛二打中了高杆点位 白球前进的力度也会控制不好 白球是一个弧面 杆头会受到向上的力 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原理 让杆头平直地送出 压着高杆点位向前送 这样就会把向上的力转换成向前的旋转力 这会给白球带上强烈的高杆旋转 触感也会变得非常扎实 下课 下课